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法家与中国文化专题 我们继续学习史记《陈舍世家》 我们上次学习到《湿奇》《法佳斩》 现在看看下文 《陈胜吾港乃谋约》 《今亡亦死》 《举大计亦死》 《等死》 《死角可扶》 《亡》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逃亡 《举大计》 即是说起兵反抗秦朝 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揭杆起义 《等死》又是什么意思呢? 《等》即是等同同样 《等死》即是怎样都会死的了 《死角》有什么意思呢? 是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死 如果用白话文语译以上的文字 就会变成 《陈胜和吾港》便相易说 现在如果我们逃跑 被找回来是死 如果我们起来抗秦 即使失败了 无非也是死 既然同样是死 为自己打天下而死不好吗? 《陈胜和吾港》 不能够依时赶到鱼羊 罪该处死 这样反而迫使他们起兵抗秦 夏文陈胜的这段说话 就确立了起义的决心 这段说话比较长 我们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由天下苦秦九二 去到未知其死也 当时天下人对秦朝有什么看法呢? 天下苦秦九二 天下人受到秦朝暴政的苦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除了人心不服之外 秦朝内政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这句里面 二世互害是秦朝皇的小儿子 本来不应该由他做皇帝 是应该由长子扶苏继位 那为什么扶苏不能做皇帝呢? 在这句里面 扶贱是什么意思呢? 多次劝贱 扶苏是一个燃良的人 因为焚书坑虞的事 多次劝贱秦朝皇 结果怎样呢? 尚是外将兵 跟划文无罪 二世杀之 秦朝皇讨厌他 派他带兵驻守边疆 二世继位之后 全民扶苏已经被二世杀害了 百姓对扶苏有什么看法呢? 百姓多聞其言 未知其死也 百姓只知道扶苏是一个燃明的人 但不知道他已经被杀 陳姓提及扶苏的事有什么用意呢? 大家先想想 让我们做两题练习吧 看看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